餐飲外送平臺越來越發達 也造成一次性餐具用量暴增 在臺南現在就試辦使用循環容器的外送服務 雖然大多數的民眾有意願配合 但是也有民眾認為回收點不夠普及 太麻煩 吃飯的時間一到 不想外出的民眾 利用外送平臺解決用餐問題 但是仔細看桌上的這幾個餐盒 飲料杯 卻跟一般的紙餐盒不太一樣 原來是現在只要在臺南叫外送 已經有店家提供環保餐盒 給民眾選擇 減少一次性的餐具 疫情影響民眾外食 餐飲外送平臺商機 看漲 但垃圾隨之增加 根據臺南市環保局統計 光是今年三到六月 紙餐盒回收量 都較去年同期增加四到五成 環保局結合外送平臺 餐具供應商 以及二十二間的店家 試辦環保外送服務 那每天大概有八百公斤的外送免洗餐具 長生 在我們選定臺南市外送最大量的三個地點 包括臺南市的東區 北區及中西區 共同試辦全國所推的循環濃氣外送 餐後簡單清除除魚 沖洗 並於三日內歸還二十八處的 歸還點 就能獲得三十元的優惠碼 鼓勵民眾採用 如果進駐的店家多的話 應該就會蠻方便的 但如果比較少的話 可能它是會不太行 對於消費者來講 如果回收價格可以更便宜的話 對消費者來講 他是最好的 循環濃氣回收後再清潔 就可以有效的減省免洗餐具的使用量 但是還是要民眾一同參與 才能夠落實環保愛地球的理念 記者文正恆 刊登報導